婴儿齐扇案例 2012年7月生的新生儿一个月大使 齐步凸起并快速增大 直径约3公分 儿科医师诊断为婴儿齐扇 婴儿没有不舒服哭闹 吃睡如常 2012年9月三个月大使 开始以原始点处理 每天由母亲以手指轻柔按推婴儿背部原始痛点 并且每天温肤四次 每次约20分钟 温肤部位在婴儿的背后原始点和肚脐 以婴儿觉得温暖舒服为度 2012年10月四个半月大使 齐扇开始逐渐缓慢消平 前后一个月比对 处理前 处理后 2013年1月 婴儿已七个月大 睡眠 胃口 排便 体力情况都很好 结论 西医认为 婴儿齐扇多半可自行愈合 年龄越小 越容易复原 年龄越大 越容易婴盾 若齐扇缺口直径超过两公分或发生婴钝情况 则需以手术治疗 此案令齐扇直径三公分 儿科医师欲以手术处理 当患者母亲不愿意 以原始点处理的结果看来 效果连好 未留下任何伤口或后遗症 也不需昂贵医疗费 方法简单 还能让母亲亲手改善孩子的病痛 很有意义 这样全新的原始点医学 值得大力推广 成为处理疾病的首要方法 挽救更多类似患者 避免手术伤害 也可米平父母亲的担忧